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不標準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好 主要加sicconference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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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其實呢 不標準有很多方法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想要一個文字 好 我們增加一個文字進來 我 你可以用滾輪 你們剛剛不是很多很厲害很會滾嗎 對啊 有沒有 好 假設我滾進來 OK 在這裡 增加一個文字 你就把它點一下就好了 1 2 3 4 5 6 7 好 拖曳一下也可以 好 記得還是那個問題喔 先把字型先選好 所以一般大概我們中文的部分 大概用兩三個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太多 你就很累了 對 來 我們來試看看 如果我想要這一個 把它 就變到這邊來 也可以喔 那 對了齁 你要搭配一個東西 這裡 我通常 像這種的話我會搭配一些 比如說你有一些形狀啦 或是 之類的 那我在這裡 假設用一個這個 好的齁 這樣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物件旁邊會有個加號 你看 來 點 等一下喔 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這個 你也可以找圖片喔 我們 我用圖片好了齁 用一個圖片 來做說明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有 甚至影片也可以 你就把 有沒有發現這個名詞叫做什麼 有沒有一個叫添加大路徑 欸 你就把它點下去就好啦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今天如果說 欸我在這邊 但是我點它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 就以它為基準就到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 它跟我們一般 PowerPoint那種 頭裡面的概念 沒有完全相同 上面這邊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比較標準的方法 你可以用這樣 但是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樣這樣做 欸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 它一定要這樣直直的嗎 如果我這樣 站這樣可不可以 請問站這樣會有什麼結果 欸我來問一下同學啊 來來來來 我來問一下同學一下 欸 韋琳來 又是韋琳 借用你的手 用到誰 當然啊 用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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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題 用你的題 啊 啊 誰是葉子喵喵來 是葉子喵喵來 在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來 我問一下喔 請問這個 會有什麼結果 拍看看 這個會有什麼結果 我把它轉過來了 請問我待會 真正在撿報 在撥報的時候 會有什麼結果 他會點倒 還是還是會震的 這圖案會點倒而已 好那你來 你來 來來來來前面 來前面 好給你抽一個 這樣啊 欸 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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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山有來嗎 余山 余山來來來 問一下 請問 這個 放這樣的話 待會我播放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顛倒還是會震 你覺得呢 會震的齁 好啦 兩個都有回答 送你啦 謝謝 答案是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吧 不管你怎麼轉 不管你怎麼轉 我們看一下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因為 你雖然在那邊轉過去了 可是那張圖片的證 還是那樣子 好當然除非說你顛倒 你也可以強迫他 我不要 但是預設子就是 不管你怎麼轉 不管你的物件怎麼轉 我到那邊的時候 他就永遠都是這個 比如說你看喔 我在這邊點到他 請問這個可不可以轉 可以 來 那你看我從這邊 往下 有沒有發現我們整個圖片 整個簡報在轉彎 有沒有變正的 有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你在安排的時候 不見得 整體的安排 不見得怎麼樣 一定要 就是都擺正的 齁 在簡報過程裡面 他會自動買轉正 這樣有沒有 沒有 這樣會不會加入很多其他物件的 會 好